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命悬一线如神柱 母托微镜账佛恩 今年的母亲节对我们而言可谓惊心动魄 因为差一点点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就失去了母亲 母亲节前三个星期 母亲觉得不太舒服 无法顺理呼吸 而且心跳太慢 在苦撑若干小时候 被送入急诊室 进入急诊室十分钟后 她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经过一连串的急救 总算给救了回来 她在家户病房内住了一星期后 转间式病房又住了几天 一星期前出院 目前已能自己下床走路 吃饭穿衣都能自己来 只是动作很慢 当初因插管所留下的伤口 还没完全愈合 所以有些疼痛 除此外 头脑没有因为心脏 曾停跳而受损 恢复之快 令人折舍 医生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说是佛菩萨救了母亲 考虑到每个人家中 都有年迈的父母 有可能会遇到相似的状况 所以我将详情写出 供大家参考 我母亲今年72岁 美国交通不便 所以她平常看医生都需子女接送 那天怕打扰我们上班 所以一直忍着身体的不适 从下午两点多开始 持续近三个小时 直到五点钟我们下班时 才电话告知 母亲的不适是呼吸不顺 我在电话里询问母亲是否去医院 她说再等等看看情况 因过去有多次类似的情形 所以这次也未引起我们的警觉 这一等又是四小时 直到快九点 与她同住的媳妇发觉不对 才送她到医院 我在医院等到母亲来时才发觉 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很多 急忙送入急诊室 医护人员帮她脱衣服 装心电图的贴纸时 我抓着她的手 让她与我一起念佛菩萨名号 她有气无力地一直跟住我在念 每几分钟 就昏死过去 刚装好的心电图仪器 显示心跳唯一直线 医护人员进行抢救 我则被赶到急诊室外 后来才知道 我母亲从整个下午到进急诊室时 心跳都是一分钟三十多次 不及正常人心跳的一半 急救过程中的紧张忙乱可想而知 在此 我要大大地叩谢将母亲救回来的 急救小组所有医护人员 此事让我首次体验到了生命之脆弱 却如四十二章经所言 人命在呼吸间 无常岂容任何人小看她 不幸中之大幸 在这次急救中 母亲非常幸运 如果没有这些幸运 母亲不太可能撑得过这难关 首先 送母亲急诊的路上竟没有塞车 众所周知 那是一条随时都会塞车的高速公路 哪怕路上塞车几分钟 母亲便会在车上往生 为什么没有叫救护车 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不知道事情危及到这种的步 看 母亲有我们这样粗心的子女 还能捡回一条老命 是不是很幸运呢 其次 急诊室里没有其他病人 所以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可以全心全力 抢救我母亲 各位要了解 以我跑急诊室十多年来的经验 急诊室永远是满的 无论任何时候去 都挤满了人 尤其美国健康保险的设计 只要是坐救护车进来的人 医生一定要尽快医治 这促使没有健康保险的人 也叫救护车载他们到急诊室 而只是为了去看一个小小的感冒 过去我母亲因为血压太高 而送急诊室时 每一次都被晾在急诊室的边上 数小时后才能看得到医生 那天我整个晚上待在急诊室 只看到有一个病人被送进来 医护人员因无事可忙而聊天 医生也搔脑袋告诉我这很反常 但这种反常救了母亲 第三 心脏科医生在检查报告还没出炉前 就做了正确的判断及处理 母亲被急救回来之后 由于心脏曾停止跳动 所以要找心脏科医生开药 但是检查报告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出来 母亲等不了那么久 必须要立刻处理 怎么办 回想起来真是很险 帮助医生进行分析病情 所有的信息就是母亲的药品 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病是 医生真是很不容易 信息那么少 时间那么短 但责任那么大 索性医生根据经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急不做打开胸腔安装心脏器的手术 以高甲来处理 一小时后检验报告出来 证实我母亲的确是高甲的问题 医生判断 因为高血压药加上利尿剂导致脱水而引起高甲 而高甲会抑制心跳 这就是母亲心脏跳不动的原因 家里有高血压患者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利尿剂的使用哦 如果当时医生决定要打开胸腔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第四 送急诊室那天 我原定到外地出差的 但一个小差错令我未能出行 不然 我家所有的兄弟姐妹就没有人在洛杉矶 事情则完全不一样了 事情发生时 在母亲五个女子中 我唯一在场 也是唯一学佛的子女 母亲醒来之后说的一番话 令我们倒吸一口凉气 母亲说 当天下午她开始不舒服的时候 曾想叫救护车去急诊 但是算算时间 绝对来不及赶到急诊室 所以就放弃了 于是躺在床上等死 她年轻时在手术室做过十年的护士 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明白生死是怎么回事 她说 想一想自己活到72岁也够了 想走了 于是放弃了求生的意志 当时她的心跳是每分钟三十多下 只要少呼吸一口气 就真的可以走了 但在这时 她抬头看到我今年过中国年时 送她的一本书 书名是我要活到125岁 顿时 母亲转了心念 决定要活下去 于是才打电话给我们求助 但我们子女粗心大意 没有发觉事情的严重性 又拖了四个小时 我们甚至糊涂地认为 母亲有相当的医护经验 送医院诊治有无必要 她自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人断绝了求生意愿 是会放弃医治的 紧张啊 人会有这样的心理 千万要警惕 我怎么也想不到 年初逛书店 因为好玩 买下我要活到125岁这本书 禁救了母亲一命 母亲的命真是够大 以佛法来分析 这是她自己的福德够多 才能在最危急的时刻 碰上贵人 施以援手 我在医院这段期间 也碰到很多其他病人 老实说 他们就没有我母亲这么幸运 我相信我母亲原本该走的 但是她没有 所以现在想一想 为什么她没有走 一个原因 她在婚死前跟住我念 恶弥陀佛和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另一个原因 她近年来慢慢开始戒杀 吃素 还有一个原因 我这些年来为她做了各种功德 譬如在她生日时 替她捐钱供养佛堂 也为父母抄地藏经和法华经等 我要说 有事情发生时 才知道佛菩萨从未舍弃我们 也从未离去 我要如何来报答佛恩 我只能尽大笑来报答佛菩萨 给我这第二次孝敬母亲的机会 鼎礼阿弥陀佛 鼎礼地藏王菩萨 鼎礼十方诸佛菩萨 美国洛杉矶 李果一 2007年5月12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